偶像男团欧总 出生自选秀节目原子少年 一出道就收获高人气 每当组合演出时总会吸引大批粉丝到场 没想要却因此发生推击争执事件 日前欧总到高雄台南出席活动时 台下有人为了抢看偶像 导致发生推击冲突 甚至有人被撞倒受伤 陈云哲严在活动结束后 透过IG广播专区多次发生提醒众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推挤 不要受伤 所有他也补充表示 有些人可能太兴奋而忽略了安全问题 撞到别人一两次没关系 但差点闹出人命 就真的很不应该 此外子相也呼吁粉丝们 以后要注意安全 文婷则透过现实动态 发文提醒粉丝们 不要影响到别人一起将心比心 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是 好